你是同意啊 姐从小就向着你 放姐这儿 你可有机可乘了 不是 怎么着 怎么你一跟我说话就带刺 一跟我说话就带刺呢 你别忘了 我是你弟弟 哎呦 知道了 你是我弟弟 不知道的 以为你是我大爷呢 一口一个你你的 你什么时候管我叫这一声歌 反正这房本我们家是绝对不会拿出来的 不拿出来不行 就别放姐这儿了 人家是货家 那我传上去好说不好听啊 直接放我那儿吧 你想的挺好的 房本 死亡证明都在你们家 你拿着就过户去了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昨儿高飞到我们家干嘛去了 他闪 你说 你给我说清楚了 昨天高飞到你们家干嘛去了 今天你要不说清楚 我他们跟你没完 哥哥哥哥哥哥 我 我始终叫你哥吧 咱有事说事 别骂人呢 他说我儿子我能不骂他吗 长辈有这么说小辈的吗 知道自己是长辈 你说呀你 我说就说 你们高飞干嘛去了 你回家自己问吧 我们对门邻居从门禁里都看见了 高飞在我们家门口 拿钥匙捅我们家门半天捅不开 才知道我们把锁给换了 你放屁 弟妹 说话你可得有根据啊 你就这么红口白牙的 可冤枉死我们家大飞了 再说咱们是亲戚 你又是长辈 你可不能这么说孩子 就因为咱们是亲戚 换外人这叫犯法 我早报警了 哎呦喂你还敢报警 那是我爸的家 你们不经过我们兄弟姐妹的允许 就私私换锁 你你还有脸报警 你报 报啊 哥哥哥 哥我再叫你声哥 你说话能客气点吗 什么什么什么呀 客气什么呀 我跟他客气不着 老二 咱爸咱妈一直说 你是咱们家最老实的孩子 你老实吗 你老实吗 你老实都是你挑出来的 爸这钢锁多少日子呀 你就私自换锁 想独占那房子 六亲不认是吧 我告诉你 有我在想都别想 对 要把锁换回来 要把房产本交出来 姐 你就看着 他两个这么欺负一个老二 你叫姐有什么用啊 姐也不会看着你们这么胡闹 对 王虎 今天 你不把这话说清楚 还我儿子一个清白 咱们没完 你坐下 要话好好说 我还他什么清白 我压根我就没冤枉他 不告诉你 你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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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别人 你别人 一 NICK 大快 大快 你干什么呀 大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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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的本人还没过呢 你们干什么呀 啊 啊 老爷的照片就摆在这儿了 来 当着老爷的面打吧 打呀 不就是一套房子吗 这日兄弟之间大大出手吗 你们是不是也希望将来我们几个小孩 也像你们一样因为一点利益 手足相残 我是做小自辈的 本来不该查错 但是我今天必须说一句 有什么问题 咱就不能心平气和地解决了 我们这不是没法心平气和的 要不我们也能说出 心平气和的方案 让我们能够心平气和的 对 你说的话吧 那怎么才能心平气和 那好 咱就一件一件 从最小的数起 先说老爷那两件股东手势 然后咱们再说存折的事 房子既然大家都不愿意让步 那就放在最后 行吗 行 姐说行的我同意 那行 我 我怎么着都行 那要大伙都这么说 那要怎么先怎么着 二哥 爸那两个手势真的找不到了 结果发生 我真不知道你哪儿去了 这 那行吧 大家都回去 都想想琢磨琢磨 看爸这手势 他到底能放在哪儿 好不好 等这个事找着以后再说别的 那今儿就不留你们吃饭了 散了吧 你竹海还咋的 三国 先带你到医院去 那伤上哪儿没有 真是咱怎么回事 这人被吓黑手盗子 怎样我们整个好 整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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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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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萍 爸的那两天手势 你真不知道在哪儿啊 高三国 从回家到现在 你已经问了我不下十次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能有什么意思 我就随便问问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哪儿什么呢 你是我老婆吗 你知道我是你老婆呀 该你了 洗澡去 想什么呢你 想什么呢 哎呀 吓得 那么观察了 你说那 那那那那那 那手势到底在哪儿呢 反正没在咱们家 哎呀 想不出来你就别瞎想了 洗澡去洗澡去 冲死了你的 喝喝呢 上我喝呢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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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么晚了别上网了 洗澡睡觉了 嗯 嗯 三国 干嘛呢你 你怎么随便翻我的东西 这 折子怎么回事 问你呢 这折子怎么回事 高兴出国用的 这十万块钱哪来的 我妈给我的 别 你接着别 这是不是 爸本来剩了三十万块钱 你非说是二十万 你黑下了十万存这里面 是不是 是不是 是的 你干什么呀 陈爱平 咱们家缺这十万吗 你让人知道我这脸 我往哪搁呀我 高三国 我最讨厌的就是大国二国他们 借着家里穷 什么都该他们似的 那一副 那不要白不要 那德行 所以 干是咱家的 咱就得争 凭人不争啊 凭人不要啊 眼下这形式 大国二国为了房子 是要翻脸了 咱家是不缺房子 但是咱家不能吃太大的亏吧 如果哪天这房子 归了大国二国 这钱也是他们欠咱们的 况且这钱又不是我用 是高兴出国用的 高兴出国的钱不是攒出来了吗 那是学费 还有平时的花销呢 你不会希望孩子在国外 受太多的罪吧 三国 其实 爸生前有话 他跟我说过 如果高兴能够出国流血 他私下赞助他十万块钱 他让我不要告诉大国二国 怕他们闹事 爸真的很疼很高兴 既然爸都有这样的话 我挪出十万块钱来 这算什么呀 我错在哪儿了 爸真说过这样的话 我骗你干什么呀 不是 你得闹主啊这事 是说过 爸私下跟我说的 说好了